顾名思义 这个思觉失调 常常在他的 对外在世界的这个知觉 或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思维里面 会不能够分清楚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状况 什么是他自己想象 或者是幻想出来这个状况 然后会让他们 因为没有办法应对 而感觉到这个不安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 也是很重要的 很特殊的心理疾患 我们称之为思觉失调 英文是schizofrenia 思觉失调在过去的文献里面 相当长了一段时间 称之为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它标签化之后 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现在在中文的翻译上 我们也称之为 把它改名叫做思觉失调 顾名思义 这个思觉失调 就是强调的是说 这种schizofrenia 或者是思觉症的人 他常常在他的 对外在世界的知觉 或他自己的想法思维里面 会不能够分清楚 到底什么是真实的状况 什么是他自己想象 或者是幻想出来这个状况 那以至于说 他真实的跟虚假的 不能够这个区分的时候 他都不想应该 怎样去跟他所感受到的 知觉的东西 来去做这个应对 所以这个是思觉失调的患者 他基本上有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状况 然后会让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应对 而感觉到这个不安 那么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 DSM-5 就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 这个诊断的这个手册 说呢 如果我们要去诊断一个人 真的怀疑他有失觉失调症的话 他至少要满足三个 我们所谓正性的症状的 这个所谓正性的症状就是说 他一定要出现在当身的身上 这个英文称之为 positive symptoms 那这三个positive symptoms 包括什么呢 包括delusion就是妄想 这个是比较指的思维上的 一些真的不存在 或者是怀疑别人对他有迫害等等 这些的妄念妄想 那 hallucination 或者是我们讲的幻觉 它可能是视觉上看到 不存在的这些东西 或者听觉听到不存在的东西 视觉或听觉的这种幻觉 还有另外就是所谓 这些问乱的这些在讲话的时候 这个当身可能是有失觉失调的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视觉失调症的人 或者是无心的这个动作 或者是无心的言论 他也把他想成是对方要加害于他 或者是不利于他的这样的想法 那 hallucination刚刚提到 其实没有真正的外在的物理的 这些感官的刺激 可是你却听到或者是看到 这些不存在的这个知觉的情愿 那么在这个幻觉里面 尤其是听觉 它通常出现的比例 甚至会高于在视觉上的 这样的一种幻觉的这个情形 还有他在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这些异常的这个状态 他要不然就是非常极端的 变得好像冷漠 正常人的这个喜怒哀的 他都没有了 也情绪上都变得非常的这个漠然 或者是他会非常夸张的 极端的对一些事情 做出情绪的这个反应 那在肢体的动作上 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困难 他又很强烈的会想要 抽离脱离这个现实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是大概几个 我们经常会看到 在视觉失调症的患者上面 出现的这些症状 那么在差不多将近二十年前 有一部其实评价很高的 好莱坞的电影 中文翻译成美丽境界 英文是Beautiful Mind 这个整个的故事在讲的是 其实是很有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得奖的学者 叫John Nash 他的一个一生的故事的描述 那John Nash本人就是Suffer from 就是他有受到这个失觉失调症的困扰 所以大家在看这个影片当中 有一位经常跟他对话的 好像他的非常好的朋友 这位朋友永远保持这样的年轻的英俊 而不会老 所以John Nash他是因为他的这种心智能力很强 虽然他没有办法抑制幻觉的产生 但是他可以从这个幻觉的内容的 的蛛丝马迹来去了解说 这只是我的幻觉 还是我真正看到的外在的这个人物 我的事物 像刚才讲的 这位他幻觉的人物从来不会变老 那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这个线索说 这个可能是他幻觉的部分 虽然他没有办法去抑制幻觉 那么在我们台湾在最近公事 一部电视剧集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在这里面也有这个人物 他有这个原来是一位 非常年轻有为的年轻的导演 为了拍一部旷世剧作 那么在这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的 这个挫折跟困难 再加上女友不幸的这个身亡 是他诱发了这个思觉失调的这个问题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片段 来描述说他可能有这个幻觉 还有幻听 然后他有这个被迫害的妄想 觉得对方讲什么都在批评他 陷害他或者阻碍他 成为一个知名的这个导演等等 所以这两部一个电影一个电视 都相当程度的能够去描绘 视觉失调的一些状况 那么在这个视觉失调症的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 我们去比较发展中国家 就是Developing Country 跟已经已开发国家 就是Developed Country 视觉失调症不是很容易治愈的 他这个大概有50%到80% 曾经治好 然后再入院的几率非常的高 甚至有一段时间好了 但是好了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 10年20年他可能这里面有20%到30的人 还会在复发 可是有趣的是 当我们看这种发展中的国家 他似乎家庭的成员 通常能够对视觉失调的患者 提供比较好的社会支持的网络 来照顾他 来分担他的这些问题 所以他反而是在发的几率 要比这个比较开发的国家 比如像英国丹麦美国等等 实际上是要来得低 所以就是说这种社会的网络 来照顾这种视觉失调的病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让这些患者不会说 在持续的长期的受到这种病症的疾患的困扰 那么在这个遗传基因的这个因素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这个视觉失调症 是有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到这个 双向的情绪障碍的问题一样 它有很强的一个基因的成分 如果是双胞胎其中有一位 有视觉失调 另外一位几乎难以逃避的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易软的 虽然是家中有另外一位兄弟 或者姐妹有这个问题 这个比例就下降到一半 如果这个亲属的关系越疏远的话 当然这个视觉失调的这个几率 也就会越低了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距离里面 也就是讲到说 那当事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他母亲的那个家庭里面 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遗传跟基因的这个影响 另外就是现在这个DSM 其实已经放宽对视觉失调症的这个诊断 所以它变成现实当成一个 视觉失调的光谱 而不是单纯的有或无 这里面还包括更多更细致的 一些其他的类型 像是视觉失调的人格的障碍 或者是视觉失调型的人格障碍等等 所以这个视觉失调已经不是单一的有或无 而是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光谱的 这个症状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大脑的这个结构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正常人跟这个视觉失调的人 通常这个视觉失调的人 他的这个前额叶 就是能够控制思维 能够做我们这些执行功能的 这个脑的部分 通常比较小 而且活性比较低 而且相对的 他们在就是所谓脑式的部分 这个脑式就是ventrical 指的是脑与脑的组织之间的这个空间 如果你的大脑萎缩的话 相对你的脑式就会扩大 因为这个彼此之间的空间 因为你原来的组织的缩小 那彼此之间的空间就会加大 所以这个视觉失调人跟正常人来比的时候 一方面是他的前额叶的功能 他会萎缩或者是变低 另外一方面他脑式会扩大 也是表示他大脑萎缩的这个情形 那么在这个神经的传导戒指上 我们发现这个视觉失调的人 他在中脑 就是边缘系统 有过量的多巴胺 可是他在前额叶的部分 他的多巴胺的量 却是活性比较低或者比较少的 所以这也是类似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恐慌症 或者是depression的这个病人 当他在这种情绪的东西在发作的时候 他的前额叶这种 比较由上而下的控制的功能 他会比较降低或者比较有所不足 那最后就是讲到这个 从比较社会心理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 那通常在这个视觉失调的病人里面 他的家庭的成员 在这个表达这个情绪 就是也类似我们前面提供 那个双向情绪障碍的人 比较会彼此互相的批判 比较少这种温暖包容 所以这个家庭的这个气氛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这种发展中国家 跟这个开发的国家 这种发展中的国家相对的 家庭的成员彼此在表达情绪的时候 张力比较不要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高亢 反而能够提供 对于视觉失调的病人 他的这个社会支持与照顾 对于视觉失谈了